再高一點 再拉高一點 拉一點 這什麼聲音 它就是超速 超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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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買你超速的 它那個 好像真的一樣耶 還好 飛上去囉 喔 往上飛了 240 唉唷唉唷 緊張緊張 確確確確確 叫一下 喔喔喔喔 這個聲音就是提醒你沒有自動駕駛的齁 好 現在你自己靠你自己摸跌了齁 把這個當中心點去對手刷到齁 先不要轉 剛剛是有幫你對陣的齁 他在幹嘛 他踩煞車喔 他現在他們都有自動煞車 喔 歪掉了耶 什麼 啊啊 快跑到了 蛇型喔 蛇型耶 蛇型耶 又彎了 又彎了 有彎過 有彎過 彎成這樣子耶 還算彎過 因為落地 因為落地 落地本來就比較差 多少有差 什麼你不要緊張耶 落地要落過的很久 他大概至少要飛個一兩天 喔 是喔 喔 等一下我們 出屁喔 那我去松山好不好 上次你 你有回來 從松山回來 看到101耶 101在哪裡啊 左邊啊 有沒有 左邊 對啊 我們上次回來是這樣子 落地沒有看到原商販店 那個機師耶 是嗎 好結束了啦 怎麼樣 你要不要自己拍一下 頭髮你看那麼亂 你看 故意的 戴帽子一下 戴帽子一下 不修蝙蝠啦 轉過來 好 好啦 承包也飛完了 承包飛幾次了 有沒有很緊張 不會啊 飛得不錯耶 對啊 對啊 飛行模擬體驗 哇 搭飛機耶 搭飛機耶 A380 欸 那請這樣這個是模擬什麼的 模擬什麼機型的 737-800 737-800 對 所以每個都不一樣 一般外面模擬機 大部分都是做這一款 或者是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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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是什麼機 320是Airbus Airbus 這個是 波音的 你在上網都看什麼的 都玩什麼的 波音的飛機 飛比較 比較刺激 比較有難度 波音的 這個波音的 對 Airbus飛的飛機 就很電腦化 哦 因為我對這個都不熟 因為他們機師來講 他們是說 飛波音才有相當飛飛機 欸啊就是這個 就這個模擬這個 來先坐一下 我大概用10分鐘跟他講解一下 那我大概停下來 謝謝 你們一起聽 你們坐坐坐 哦 上網課 要教這個啊 教這個怎麼飛 欸欸很重欸 哇飛機欸真的 模擬機 波音 波音 波音7137 要快點兒 幫我拍一下照片 好 幫我拍一下照片 好 幫我拍一下照片 好 啊 陳述頭髮都不整理你看 對啊 不管你的 這是很小隻的 有什麼parking 第一代不好用 他沒辦法拉近拉遠 只能 我看那個之前三種都蠻大一隻的 對啊 沒有 這個是小隻的 這個小隻不要動喔 對啊 誰會這樣啊 你看你的手機 眼睛大一點啦 眼睛大一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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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大沒關係 眼睛大沒關係 我們抓個腳 哇 這好多儀器喔 眼睛大啊 眼睛大啊 沒關係 眼睛很小沒關係 沒關係 那沒差啦 眼睛最大了 呵呵呵呵 他開心了 開心 好 這是小朋友換的那個 等一下就這樣子握喔 大路上去 哇 耳聲音耶 這是那個手炸的 喔靠 等一下推就好了齁 耳炸就這樣子 然後不用很推 推的話就這邊 好 然後動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哎呦 像真的一樣耶 好 然後我們這個機場是桃園 等一下先飛個五邊 五邊知道嗎 聽過嗎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好 香油 好 香油 好 等一下再跟你講 什麼是五邊 好 來 好 來 好 好 走出油門 走到前面去 齁 就直接要幾杯了喔 對啊 等一下那個杯 偏扭腳修 哇靠 像真的一樣耶 好像真的一樣耶 沒有啊 , 草味 爭氣 好 打, 這樣子 很好 打, 這樣子 不要取得 打,這裡 阿 小心 不要轉喔,現在是支持踏車啦 好,那這一機只要固定踏車,我們只有把渠落架收起來 什麼,你會轉太快了 還好 飛上去囉 超過三個就好了 超過三個,它就會緊抱 對啊,它掉了,就是超過太多了 再轉小一點,大概兩個就好 我們往這邊壓一點 我們又壓回來 轉太多角度了 對啊,太斜了 太斜了它就速度掉五塊 好,要往上提 往上拉 慢慢轉回去 有有有,轉太快了吧 好,補正了 好,慢慢兩腳推,推一點下 哇,這個好多東西啊,都是英文的咧 他在家裡有在玩電腦嗎 有 玩,玩什麼 玩那個 什麼,Five Gear吧 我不曉得 想讓他有興趣帶來看看啊 他家都會學點英文這樣子有沒有 因為,開飛機都要英文啊 對啊,他們英文很通 對啊 對啊 我英文不好啊 有沒有,平背就是看旁邊這個 有沒有 哇,這要幫你單手開耶,厲害啊 你要用雙手看看 呵呵 那一般這種 駕駛會不會很重力啊 真的比較重一點 重啊,對啊 真的是,它是鋼繩下去帶動 喔,用鋼繩去帶動 對對對 那,你像那個,Airbox它就是用線傳這一空 就比較輕盈 對,就比較,它是走電馴套的 喔 那,波音的只有7,8,7才是,還是,限空 限空的 你有看電影好像很多,很危險要把它積拉有沒有 感覺好像很大力這樣 有沒有 電影 它如果積拉下去,它因為易面有那個壓力 對對對 它會那個 那一般正常是 不好拉 正常是它拉,帶動那個 它有個那個 鋼繩 它有個結構,然後去帶動易面那個伺服器 喔 喔 這是波音的 好,那這個圈圈叫什麼意思嗎 喔,這個圈圈就是機場 好,一個圈圈就代表一個機場 喔,那個 圈圈機場 喔 桃園嘛,這個就是 往南非 這個是新竹 新竹 喔 Data上面出現的機場 不管軍用民用都會出現 都會出現 都會出現就對了 對 一般我們都是 都看儀錶板 不會看外面 這種大飛機 其實都是靠儀器在進行 喔,靠外面喔 那看裡面 可是這樣就很無聊啊 你如果像晚上看外面也看不到東西 啊,對對對 欸 啊,你一直看海邊也覺得很無聊耶 現在是看儀錶板 就是這種景色這樣而已 啊,現在不是很多都用自動飛行嗎 就是 他們幾乎都是用自動 對啊 有問題在接手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擠飛跟落地而已 喔 了解 所以現在自動 落地也沒有自動落地對不對 有 還是有 有 感覺無差在自己接手 可是一般落地 他們還是要求要手動 喔 要求到就對了 就 避免說 因為你還要去解除那些設定 還有什麼突發狀況的話 啊,解除了時間 有電鏡滑出來或是怎麼樣 來不及 喔,所以用手 就直接用手動下降 對 除非特殊狀況 比如說今天天氣很不好或怎麼樣 能力度很差 他才會用自動降落這樣 喔 倒影這樣 你玩幾年了啊 他還要上傳Youtube啊 就是什麼 私事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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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沒的很多 他要教人家怎麼操作這樣子啊 有上傳 就是可能對這個有興趣吧 就 剛好來看看也不錯 很多 很多小孩子都對著 不夠厲害 對 差不多 因為現在找資料方便 對 上網找很方便 現在網路就可以找 找啊 影片可以看 對啊 什麼意思什麼意思都有 喔 我開始按上面的了 那邊給我 我可以講 往上飛了 240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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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筋長筋長 切切 那是速度嗎 高度 喔 高度 五千 三百 五千 五千 把他調到240 啊那個是什麼? 速度 速度 Match IAS 5000 喔 這平穩就對了 好那 一般我們 坐飛機他們 電信員只可以起飛跟落體的齁 那其餘的時間全部都是自動駕駛 那這個就是速度 這個就是方向 那這個5000就是高度 那開了自動駕駛之後 等一下我們 就用旋鈕來控制就好 用旋鈕來控制就好 等一下現在已經是算自動控制了 對現在現在 電腦接手了 等於說你 只要操作這上面這幾顆 高度啦 速度這樣就可以了 對 好那我們準備裝回去 轉這個方向到130 130 左轉齁 Head是什麼? 手動 左轉 那就是飛機就左轉 那你往右邊還是右轉齁 哦 130 現在轉彎慢慢轉就對了 波羅儀 在跑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風箱 嗯 他從什麼 什麼方向吹過來 他要跟你講 有 315 315 那個方向吹過來 然後後面這個11 就是他的頭力 那你現在是應該是往315上 315 偏北啦 偏西 偏西北跑 西北 西北跑 西北風 你不要擺 一般 我靠 RS RS 就是自動移向系統 自動移向系統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去藍撿那個RS 那有時候夏天飛的跟冬天飛的位置不一樣嘛 顛倒嘛 就是風 風逆向 看今天風吹哪邊 他就往哪邊 哦 如果風下段長變怎麼辦 幾乎現在這個季節都是 不會 都是往 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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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夏天有時候吹 吹南風 西南風 他就會往北 那邊 可是一年下來往北飛的 天數 比較 往北飛 從北下來 比較 天數不多 哦 大部分都是從 從南邊起飛 南邊起飛 可是夏天不是就南風在吹嗎 啊不一定 因為中南部都是南風吹 但是到那邊就不一樣 他們每天早上他們就會去測風 哦 啊如果都沒風呢 很少 還是會有風 還是會有風 那如果都沒風他們也是從 05這邊起的 哦 不會從2、3那邊 呵呵 哇看到陸地了 好了來 這個VOR這個分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攔截那個IL IOS 那 IOS 那 這個數字就是我們等下降落跑道的數字 那個 一個Core 一個碼 一個碼 一個T E1 這個你有往過嗎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05R的 05R跑道的一個碼 那你如果是動物位樓 他的碼又不一樣 哦 那每一個碼 一定要輸入正確 不然等一下他攔不到 那這個VOR 按了之後 他會出現一個VOR 白色的英文字在這裡 那現在白色就代表他在搜尋 那等一下攔截到 他就跳成綠色 跳成綠色的同時 飛機就會自動左轉去對準這條線 我們都不用動它 那你看你的軟體沒有了啦 沒有自動 來速度先減一下 速度先減一下 122 有沒有 他現在已經把電到了 他自動要轉彎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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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現在跳一個 像真的一樣 好 來 把這個APP按一下 那個燈就是代表說 APP要進場 哦 APP的桌鞋 APP APP 電腦其實他很厲害啊 他飛的比的還好 一定的啊 他連那個亂流什麼都會幫你算進去 這麼厲害 槍風什麼都會幫你算進去 太強了吧 像現在他是有一點側風嘛 正常這條線 我們都往前飛這個線是很低直的 他現在有一點斜 就代表說他有側風 那我們現在直線就是那一個嘛 那個曲線就是跑道嘛 跑道對 那 直線線就是我實際飛行的方向 哦 他會慢慢修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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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兩條線重點 嗯 厲害 厲害 好 你速度再降到200了 我靠 好 阿板就會知道了齁 你要落地要拉板就可以拉這一次喔齁 你要他自己摸嗎 哦 哦 陳寶你要自己來囉 哦 哦 陳寶你要自己來囉 不是按按鈕而已喔 不是按那個 不是按手機而已喔 阿板現在已經把你對準了齁 所以可以看這兩個連型 嗯 這個就是跑道 跑道 那這個就是他在對那個下滑線 阿等一下慢慢慢慢修著到中間 現在是 現在是 7.5度 嗯 嗯 跑道 到了 15度 左邊右邊 還沒看到跑道欸 沒有啊 跑道在正前方 哦 按下 這應該都是小朋友來比較多吧 大人也有啊 大人也有 大概六十幾歲 他應該有興趣 不然這個 有興趣 他說 年輕時候的夢想 夢想 夢想 知道了 來模擬的 對 那應該要具備一些 他至少玩過這些東西吧 他這樣教不是很辛苦 體驗不用啊 體驗其實就是這樣 體驗就是看一看 哦 然後到正前方了齁 那 桃園機場就這樣 哎呀看到了 左把道還右把道 那我們等一下都可以 就在這裡 等一下你把這個當中心點 對準這條 哦 好 那邊啊 因為你這樣 你金錢了是嗎 金錢嘛 沒有 我也不知道耶 怎麼沒有 你有看到跑道嗎 兩個跑道 有啊 有哦 速度再降到180了 哦 下降就有 180 好你把這個拉到5 往上 拉 那個 然後下降那個 小小的那個 機翼嘛 我記得是 挺的時候 才把那個 有點類似直角了 就是 大概要 要 要落地的時候 他角度會越來越大 對對對對對 啊那個就是手動操作的哦 對 這個是手動操作的哦 下雨的時候 看的特別深 他把它伸到 伸到 伸到整個筷子腳 啊就這個 對 哦 這個是油門 左引擎 右引擎 欸快到了耶 放起動架了 放起動架了 拉出來 好 這個放到15 好速度再降到160了 160 那起動架放之後 應該是亮紅燈吧 那亮綠燈就代表他放好了 放好了 定位了吧 對 好 好 這個再放上30 30 速度再降到16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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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那真實的世界 他們是在最後 1500的時候 才會減少自動駕駛 1500 對 然後有人手動 把飛機給下來了 嗯 那這個燈就是我們剛剛上課 講的 兩紅兩白這個燈 啊有 那個就是我們 可是這樣遠遠看 看不出來 這個我們叫POPPY燈 就是 目視下滑燈 嗯 好來我們準備斷自動駕駛 來 關這樣 AUTO AM 然後叫聲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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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靠你自己落地 把這個當中心點 把這個當中心點 先不要轉 先不要轉 剛剛這個有幫你對陣 你可以看這個十字中心點 真的十字中心點 可以就好 所以還在走 走走走走 慢慢橋就對了 慢慢橋就對了 什麼第一次落地喔 對啊 認真看螢幕耶 好像 有沒有拼的啊 這嗎 認真看螢幕耶 好像 有沒有拼的啊 三度 三度變三度更低一點 對 不是用平的 就對了 快到的時候才會那個 喔我要對準喔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2.53度 他標準是降落在跑道有一個大的正方形 正方形 喔 有 這 那 現在是全部都白燈嗎 就是太高了 太高了 有太高了 欸 一樣是白燈 第一次這樣沒關係 慢慢來沒關係 有點偏了耶 風比較大喔 有嗎 喔喔喔喔 1.5 1.5 1.5 那再來咧 慢慢做就可以了 慢慢做就可以了 不要拉 不能拉 對 要拉再推 再推一下 往下降就對了 2 2 他在幹嘛 他踩煞車喔 他現在他們都有自動煞車 下降 歪掉了耶 什麼 啊 快跑到了 蛇型喔 蛇型 蛇型 又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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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彎過 彎成這樣子 還算彎過 因為落地 幾乎有差 成本你不要緊張耶 落地要落 落得很好 他大概至少要飛了 一兩天 喔 是喔 喔 等一下我們 到去松山 好不好 松山喔 他爬去松山是不是 等一下從兩巴那邊進 等一下你起個一點 你先直至大就好 今天前往松山機場 五六千 高度就好 不要變太高 五六千高度 好 好 好 我們第一次出國就是 從松山飛 從松山飛 飛去日本 喔 啊這拖也很飛力嗎 還好 這個 真的會 比較重一點 重一點 因為不曉得 重 不好意思 大約多重 不曉得 應該是輕輕的吧 像加油一樣嗎 比較有一個主力 主力 對 啊那個是煞車嗎 他煞車也是 方向做 控制 下面那個 對 他有兩個功能 他這樣踩就是 控制 左右 是喔 那如果這樣就是煞車 他有兩個功能 沒看過 對啊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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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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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會睡早 不會啦 欸? 這種東西喜歡的就是很奇怪 不喜歡 這個是大玩具阿 你看阿 阿你原本也是那個嗎? 機師嗎? 我想是修飛機的 修飛機的? 喔 修飛機阿那個很多 那修飛機會不會來那個 雲林公端 阿現在是富裔科大阿 有那個飛機科阿 我也是軍的 我們是軍校轉 軍人在鋼山那邊 鋼山空氣學校那裡 那應該有這種興趣才會 小時候就很喜歡飛機 長大那現在 因為我家住南部 小朋友都沒興趣 小朋友都沒興趣 小朋友都沒想 有興趣至少給他摸一摸也好 就有音樂機會來這裡了 我遇過那個從小他就是 志願就是要考機師 那還不錯啊 那有些東西不是我遇過很多學生 他就是去考航空公司 然後那個父母親來說 從小就一直說 到長大就真的要對我考 真的考那不錯啊 可是有些他機師不是要我分那種近視也不行 現在可以了吧 現在可以了吧 現在沒有近視很少 對啊 還有牙齒好像也不能鑄牙 現在也可以了 都放寬了 我們以前 以前的時候是這樣子 不能近視 以前是蒼鴨的問題 蒼鴨那個鑄牙 因為那個鑄牙 血管爆血管 然後身張疤痕太大就不行 疤痕太大也不行 會爆 以前知道說不能近視 不能 不能鑄牙 身高好像沒限制 身高好像沒限制 身高不能太矮 就很斑斑 你斑斑 所以疤痕太大也不行 以前是不曉得 身上疤痕太大也不行 所以現在都可以了 改善了 因為現在沒有近視小孩很少 對啊 台灣基本上全部都近視比較多 對啊 對啊 跑道就是一條 等一下從這邊繞過去 好遠啊 看到101了 看到101在那邊了 我記得應該不會這樣飛 會不會往海邊飛嘛 對不對 沒有這個是從兩巴 兩巴這邊比較難飛 他們進就是這樣進 啊是喔 我沒有看到他們這樣進 一般都是從淡水河那邊進 對對對 我記得 對啊 我覺得都從海邊進來 我也是遇過兩巴的 嗯 兩巴就是吹南風啊 吹南風 吹南風 所以就要看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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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開始轉了啦,往右轉過去了 慢慢轉,要轉一個了 看了這個小尾巴轉 小尾巴 你看轉了之後有一個尾巴,好嗎? 看來這邊有一個小尾巴 一階了,稍微拉高一點 現在是白燈嗎? 好像太高 白燈 有,白燈 啊,遠遠看一階啊,沒有四個燈 沒有,遠遠看只能看到一排啊 對啊,就是一排一階 那遠遠看,看到橘色就對了 你要看到橘色就對了 對,看到橘色就對了 然後現在右邊就有一點紅了 對,然後就一顆吧 啊,你現在應該是老花園吧 沒有,沒有近視啊 我,沒有近視就是老花園 現在人機越來越有,看東西 對啊,對啊,對啊 我也是沒近視的啊 但現在已經差不多了,近視也有閃光了 唉唷,在這邊 卡拉在那邊 開始要喬位似的 這是白色的 不要看,要看你前面 欸,這應該是看儀表吧 對不對? 一般像這種,天氣好快到 他們就是,都 也是會目視啊 兩邊都看一下 我看陳寶寶都看那個 看外面的 他很習慣看外面的 因為那個 那個好像可以切換視角 我們那個不用切換 直接 欸,有看到那個橘色的嗎 現在是紅燈 現在是三紅一百 三紅一百,欸,兩紅 兩白一紅 對,現在是兩紅兩百 那你眼睛比較好啊 我只看到一紅兩百三百 快到,跑到囉 什麼,看到松山了 呢 上次你 你有回來,從松山回來 看到一零一耶 一零在那裡啊 左邊啊 對,左邊那邊 對,我們上次回來 多地沒有看到圓山 那就是從兩八那邊 啊,對對對 啊,我們上次 如果從圓山 就是從 要洞 啊,我們上次應該是 應該是 咦,是 從南邊進場 對對對,南邊進場 右邊是看到這個 沒錯 那大部分都是從南邊 那應該是南邊 對,沒錯 對 因為我們回來的時候 直接看到一零一啦 在右手邊啊 記得 我們坐的 右邊嗎 要記得齁 那看一看比賽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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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城階有風喔 會飄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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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可能看過 比較嚴重就是 網路上那個都是飛耶 很誇張的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要成功了喔 反正 一堆 波體 舌體 剛那它的這樣下去 波體 10 被板 往下壓 啊,重力 怎樣 現在下降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有啊 有喔 感覺 是喔? 現在這個沒有那種3D、4D 沒有啦 沒有3D、4D 準啊 沒有 那可能要開邊就起 要開很多 震動的伺服器 是喔 晚上是比較視野比較好 喔 燈比較明顯 那這樣白天會飛,晚上飛,晚上飛比較好 還好 對飛群人來講其實沒差 他們都是這樣飛 喔 我們這個機場是 四大腳 我們等一下飛過去起的 全程大概七、八分鐘 所以不要飛太高 等下你就15度拉 然後高度先飛到3000 3000之後就平飛 然後完了之後就準備右轉 我叫你轉的時候再轉 轉的時候轉到我幫你調的這個方向 然後先這樣就好了 先走 我們香港沒去過喔 對啊 對啊 我們上次去一樣去澳門吧 澳門 他這邊飛過去也蠻快的 嗯 10分 嗯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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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課會來五個碼 我就跟他講說,如果喜歡的話,就英文要學好一點 他們去考基斯的英文,國異大概至少都要900 不過我看到有上的啦 他是講履歷,跟你講750,這樣就可以報名 可是750報區,那裡都不會理你 因為現在英文考的人一堆啊 我前兩個月一個學生有考商 他那是從加拿大回來,那就是AV系列 他英文是多於是考滿分 這個東西對他講是母語啊 對啊,沒錯啊 像我們就那個 本身在台灣長大,他覺得比較吃虧吧 對 慢慢推回來 會調查啊 要問你說有沒有雙重國旗或怎麼樣 長龍的就很難問 可能他們是國際化,可能希望有這個東西吧 對 比較方便吧 轉過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前面這個亮亮這一條 這個就是起的 那有沒有看到 先剛吃到腳 很多在閃的那個燈 那個等一下就是進場的高零燈 來高度先拉高零 好 慢慢降就好,不要是降太多 再拉高,太低了 不要飛到咖啡色的地方 再拉高 你要降高度大概是在3度,這樣慢慢降就好 好 3度2.5 3度 等一下過了這座山之後我們順著這條,順著我的綠色線這樣飛進去 準備下降了 左轉了 左轉 轉到我幫你調的這個線來 轉到這條線 轉到那個粉紅色的線 這是機頭壓太低的 要高一點 要拉高一點 要拉高一點 那這什麼聲音 它就是超速啊 超速啊 什麼來超速的 它那個精液棒的話,它有個紅色點這個 如果超過紅色點,它就會降 所以油門就放低一點 正前方 這個這個點 來,再往左邊飛,把這個飛到螢幕中間 把這個點飛到螢幕中間 到了 螢幕中間了 以前就是這個就是一個 幕式的一個座標 以前如果這個機場只有正機師 才可以落體 不好弱嗎 不好弱 人家轉一個大概90度的彎 對對對 就這樣轉過去 在2000年的時候還飛掉 2000年以前去香港都是這個地方 嗯 喔那應該是舊的舊的那個機場 舊的國際機場 就吃到新的是什麼 新的是吃辣腳 就是在 喔新的是吃辣腳 舊的 對對對 那你說這是在 市區裡面啊 市區裡面啊 這裡已經飛掉了吧 現在變公園 喔 紀念公園 等一下最後轉的時候順著那個 燈的弧度這樣轉進去喔 不用太少轉了喔 大概 過了這一塊再開始轉 什麼你有飛過嗎 然後轉的時候 角度慢慢加 不要一次轉太多 轉90度也不是很緊 時間很趕 慢慢轉就對了啦 慢慢切就對了 慢慢加啦 順著那個燈的弧度進去啦 要不要高一點 沒有 不用慢慢下壓就好了 是喔 這麼強 我這樣要轉進來不簡單耶 我這樣要轉進來 不簡單耶 難怪叫政績師 政績師飛 這樣感覺好像下墜了 過頭了對不對 過頭一點點 可以再靠回來 喔 可以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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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算成功了吧 10 5 那很近就直接那個了 滑航 滑航在這邊摔過一次 那就是出海了 就是跑到 這個落地的實際點太晚了 太晚了 因為這個跑到 又短 所以以前是 世界世界世界 那我已經死了 哈哈 好 走 OK 你們拍照了 好 謝謝大家 我們都知道 在離開 是 完全不知 這些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